妳好 我是馬嘴科超醫師 現在幫妳執行全身麻醉 妳好 慢慢呼吸 現在慢慢用嘴巴 鼻子一起呼吸 什麼都GPR 妳也沒有說把哈凱基手術門開刀啊 妳個王八蛋 妳跟什麼王八蛋 妳不王八醫師了妳知不知道 妳又處置 為什麼醫院的時候都是免疫 我們一確診的時候 我就討餐處理 如果手術失敗的基率只有百分之五 為什麼妳在做出證據判斷的時候 卻還是失敗 的確 我有失眠的問題 自己長期有失眠的問題 而導致當天精神不济 還硬要進手術室 妳知不知道你們醫院近兩年 都沒有構置過單做林子走牙 我覺得曾老太太的手術意外 並不單純 不可以 那為什麼要在醫品會很遠 做出最後的案子的錢 就把責任全部推到 一個好好的衣食身上 真正的殺人兇手 是這個人 本院院長 陳顯龍先生 扣接 空的手術房是要留給VIP病患的 對 真的去找到了 但是我沒想到 不知道是被誤會有很大的問題來 不管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非法事情就是非法的 你們醫院 從上到下早就爛透了 就像整體麻隊 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很多好演員都是從舞台劇磨練出來的 今天影響世界棚內來了兩位入圍金鐘獎的演員 其中一位人稱劇場女神 另外一位演醫生 演道友真正的醫生說 他想去查查看有沒有一位叫做黃建偉醫生 今天很高興邀請他們來分享這條演員之路 建偉你好 慧玲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建偉 女神好 慧玲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講一下入圍的心情好了 傻笑 入圍很開心 習慣就是 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你工作有人看到 然後願意告訴你說你幹得不錯 所以我就這一點上面是愉快的 而且覺得滿足 建偉講得很平常 因為他就是已經那麼多次了 對 到那麼多次了 那第一次入圍感覺如何 就跟你一樣 我一開始有點不像踩在地面上 怎麼說 就是 就飄起來了 對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是 那個不真實感真的有覺得 我是在現實的生活沒錯 但是又像在做夢 你是一個這麼好的演員 入圍應該 對 對 但沒有想到 就是真的沒有想到 嗯 然後所以一開始聽到的時候 就是 嗯 我就打電話跟我公司的人講一下 然後他們打電話給我 然後講完之後我就說 嗯 那我差不多需要平復一下心情 所以我就先把手機關囉 這樣 對 然後就 大概一整天吧 嗯 然後就 就 呃呆在家裡面 然後出去晃一晃這樣子 嗯 對 消化一下那個心情 對 嗯 讓自己再踩回地面上 對 需要 建偉是怎麼知道這個入圍的消息 我忘了 好像是 有人跟我說 我父親打給我 嗯 我父親很好笑 我在工作 父親打給我說 欸 建偉 你怎麼沒有入圍 他說 我說沒有 喔 沒有 我說沒有就沒有啊 沒關係啊 嗯 喔 好好好 就這樣子喔 然後你再去看一下 看看 仔細看一下 就過來 因為我爸找了半天 他沒看到我的名字 喔 我以為黃爸爸很調皮 沒有 不是不是不是 他不是 他是 他真的找 他是真的覺得 他一直覺得我應該要入圍 嗯 嗯 因為這 這齣戲是我父母親都蠻喜歡 嗯 對 很少 我拜託戲 很少我父母親喜歡的 嗯 因為他們都看不大懂 嗯 那這個戲他們看懂 然後我母親第一次給我稱讚這樣 然後因為我父親跟我講這件事情 對 我說沒有 沒有 那我去看一看有沒有好了 嗯 我看 有啊 然後我說爸爸你怎麼了 他看到什麼時候 不是 就是因為那時候記者會 剛剛記者會 因為下午有個記者會 發佈這個消息 對 就是入圍名單 對 那可能他沒有看得太仔細 或者什麼 所以或是說 公佈的順序是 還沒有公佈到那裡 嗯 那可能著急了一點 喔 對 所以我是一先被打了一槍 沒有 沒有就沒有啊 那怎麼辦呢 但是有欸 有就 對啊 就有 你沒有失而復得的感覺嗎 嗯 我 我覺得說 因為我是是 金鐘獎的第三次入圍 然後 我覺得意思是說 我的 這幾年的累積的工作的方法 跟我面對這個職業的態度 所 造就出來的成品 是 可以 就是被肯定的 這對我來說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比得獎更重要 就是說 你這個方向是對的喔 是 是可以這麼做的喔 然後我們看到了 對 然後入圍了 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對我來說 這個方面的意義更大 嗯 嗯 嗯 我剛剛一直說 這個戲在開始播的時候 第一集第二集 然後口碑就出來 大家就會紛紛說 你今年一定要看這個戲 嗯 演員的演員的演技很飽滿 四天的時間 跟那個新北市聯合醫院 板橋跟三重院區的麻醉科主任 黃英哲醫師 嗯 黃英哲主任嘛 對 那做很密切的相處 對 然後他就把 因為他是我們整個系的醫療顧問 嗯 他當然把麻醉的整個流程用 他能夠最短的時間內 嗯 讓我做一個全方位的了解 對 對 所以就 嗯 吸收了一些知識 嗯 關於麻醉的基本流程 嗯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是在那個醫院裡面 我們去醫院實習嘛 對 跟麻醉醫師 麻醉科主任 還有他的團隊 就是麻醉護理師們 嗯 相處 那個人跟人之間的相處是最 最直接的 嗯 你可以感覺到他們在醫院裡面工作的 那個氣氛是什麼 嗯 大一吧 做一個對外 有對外的呈現 然後他那時候演一個戲 是要演一個戲部牛仔 哦 對 然後他那時候為了要練 嗯 然後他當然一部分也是為了耍帥吧 嗯 他就是一直去練那個套繩圈 在舞台上就只有一次的機會 對 然後他就真的練起來 其實沒有 演出的時候我只有彩排套到而已 哈哈哈哈 銀萱在裡面演的是 他的 蕭政勳醫師的 同學 同學 對 國中同學 舊士這樣 對 嗯 但是其實在戲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 對他的人生是一個很關鍵性的角色 嗯 銀萱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這個角色 嗯 他們曾經有純純的情感嘛 嗯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某一些霸凌的事件產生 然後所以造成了蕭醫生的一些心理障礙 嗯 對 然後再次相遇之後這個問題必須要被解決 嗯 我以為我曾經很嚴重的傷害他 嗯 對 但是就是就是因為我失憶了 因為這段記憶不見了 嗯 所以我一直背負這個事情到成長 是一個很大的心理的創傷 嗯 是 潛在意識上 嗯 對 建偉可不可以談一下跟銀萱演對手戲的時候的感覺 就畢竟兩位雖然在戲裡面也是舊事 真實人生也是舊事 一開始在籌備的時候 就是說 那時候開始討論劇本 開拍前 我就有提出就是說 就是我提出就是說我覺得謝銀萱很好 可以試試看 後來就真的找了銀萱來 那 因為就是演同學嘛 對 所以我們就真的是同學啊 兩位是北義大的大學同學 大學同班同學 那一起演的時候是 演出當下是一回事 但是 心裡面的感覺是覺得真的蠻有成就感的 嗯 就是同學十五年 十六年前到現在 對 還能夠一起在同一個環境裡面 對 然後 而且是一個好的環境 對我來說 就是好的劇組 好的團隊 然後一起做 十六年前我們開始學的事情 嗯 那這件事情是 還 我覺得是蠻動人的 對 銀萱呢 跟建偉演對手戲 嗯 其實 我覺得在現場啊 不只是在現場 其實我們還是常 我們常常會出來碰面啊 不管是聚會或什麼的 然後 嗯 其實他一直教我蠻多東西的 嗯 就是這一點我還蠻感謝他的 嗯 然後 然後 我這個人就是這麼真實 哈哈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在現場 因為我畢竟沒有像他經驗這麼多 我大部分都是在舞臺劇 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 他會用他的方式 來教我 或者是幫我 嗯 那嗯 他其實給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嗯 然後其實像剛剛他講的就是 因為這個劇組是是非常非常好的 對 那嗯 以一個不常接觸影像的劇場演員來說 我有時候會想就是如果不是這個劇組 不是這個導演不是這一群人不是這個對手的話 嗯 我會不會入圍呢 就是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 嗯 他們幫了我很多的忙 讓我在那個環境裡面 有安全感而可以好好的演戲 把專注力放在演戲上 嗯 對 剛剛為什麼一直稱銀萱是女神 因為今年銀萱其實 這兩年銀萱的作品非常多 然後其中有一齣戲奠定了女神 基礎的堅持的地位 叫做秀昂APP 那個戲就是 完全就是謝銀萱調打量 還有跟發 發幫 對對對 發兩位 就是兩位演員而已 在舞台上 激發了非常大的那種能量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這個戲好不好 舞台上的秀昂 此時辦公室正在進行一個團勾的動作 她 是Amanda 姐姐好 要聽什麼口味了嗎 上班這麼辛苦 女人要懂得用這些小券戲 來愛自己哦 在家裡面 吃著淋上瘋糖的加拿大的香草布丁 就好像置身於加拿大的首都 好 我現在看來還是覺得非常入戲 因為那時候在劇場裡面感覺到能量實在太強大 女神地位當之無愧 好演員真的兩位都是從非常專業的訓練出來 北一大畢業 然後都在舞台劇演過好長一段時間 我現在絕對沒有像他可以理解到關於如何去轉換這麼快速的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在以前之前有一次 那時候好像是第二次接觸影像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我那時候還不習慣影像它的空間感 然後還有距離感 所以我還是某個程度上用舞台劇的表演方式來操作 然後舞台劇我們Mine不是常常會掛在這裡嗎 對 然後影像是掛在前面 那所以我們在舞台劇在演的時候 我們會避開臉部 對 然後其他部分是沒有 對... 但是我在演影像的時候 我也一樣避開臉部 但是就一直不斷的就是拍到Mine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有一次是因為我們講話的時候 就是習慣音量其實是要放大的 對 然後常常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就是會收音師就會過來跟我說 就是不好意思 那個音量要小一點 因為有點爆 對 就是我覺得剛開始拍影像的時候 我常常會遇到這個狀況覺得很有趣 嗯 好 兩位是大學同學 對 很早就開始一起演戲 大學的時候就得過獎了 嗯 新進演員獎 對 2002年的時候 嗯 所以那時候大家應該 全班人都很看好他對不對 其實他 他 大家很討厭我 因為我太臭屁了 他很有趣 他其實大學剛進來的時候啊 他是有一點帶著一種過動的狀態 對 然後對 班人同學有一些人會覺得他有點臭屁 可是他又不可否認他真的有天分 是 對 所以就你會覺得對他有點又愛又恨 對 就是有時候真的不想理他 然後也不想承認他 可是看完他表演之後就覺得OK 好 我印象 就是印象很深刻是一次他 那個時候我們大一吧 做一個對外 有對外的呈現 然後他那時候演一個戲 是要演一個西部牛仔 對 然後他那時候為了要練 其實不一定要要嘛 然後他當然一部分也是為了耍帥吧 我的猜 他就是一直去練那個套繩圈 在舞台上就只有一個一次的機會 對 然後他就真的練起來 其實沒有 他演出的時候 我只有彩排套到而已 但是其實事實上他真的練起來了 對 然後之後其實他的性格 就一直持續到他現在 就是他看起來好像什麼都無所謂 可是他的性格裡面就是有一個 嚴肅的地方對表演的執著吧 所以我看到麻醉風暴的時候 我其實自己看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 天啊 他真的演得像個麻醉師 對啊 有時候都很想要叫他 孝正勳醫師 這個戲到這邊應該要甩你一個巴掌 對啊 他就在台上突然就甩我巴掌 在演出的時候 然後就保留了 就是我們就保留那一巴掌 從此之後都會有那一巴掌 其實那不是在台上 那是在排練場 排練場的時候 對 因為你 那個時候他就一直跟我說說 你就是啊 你就是啊 你就想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想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一天就真的 就是我就覺得 好 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然後 啪 下去之後 其實我自己也嚇一跳 兩位即將又要再次合作了 對 《恨嫁家族》裡面 銀萱是女主角 那個挑大樑的大姐 對 然後建偉是 勾引者 嗯 會不會跟我們談一下這個戲 她是大姐嘛 然後還有後面還有三個 跟一個母親 然後她是一個男性缺席的家庭 所以母親在很早之前 就有比較瘋狂的狀態 然後這四個姐妹 怎麼樣在這個 男性缺席的家庭裡面 找到自己的出口 嗯 然後跟成長之類的這樣 嗯 那我們這些 所以是以女性為主 環繞了女性為主的劇本 對 所以我們這些男生們 其實都是 環繞在他們身邊 尤其是大姐身邊的事件 嗯 這樣 嗯 林萱在這裡面 真的還蠻考驗體力 從頭到尾貫穿 就是都在舞台上 對 然後這齣戲的情緒起伏 也蠻大的 嗯 因為 故事的走向 它必須要把一個人的狀態 走到極限 因為他必須要打破這個角色 然後最後要讓他重生 對 對 所以 我還記得第一年演完 跟第二年的巡迴的時候 我就明顯的感覺到體力的差別 對 所以我不知道今年的狀況會怎麼樣 所以我會好好地 對 做一些訓練 剛剛在開錄之前 我就很興奮 因為哇 恨家家族要回來台灣演第一次回來台灣演 然後兩位會在裡面有很精彩的對手戲 然後劍尾就聊到一件事情 是演技上面的轉換 對 第一次排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兩個已經有大概三四年的時間沒有合作 自從那個華麗上班族 也是麒麟華導演的舞台劇之後 我們一段時間沒有工作了 那中間我又累積了 就是好幾個影像的演出經驗 我自己有一些新的心得 對 那我們再碰到就是 我就很任性地用我的方式跟他工作 他比較習慣是 就是很多事情要就是設定好 這裡走到這裡 這裡講什麼話 這裡有什麼樣的情緒反應 對 那我是完全反其道而行 我是完全不設定的 我覺得情境是怎麼樣 該發生什麼事情就讓它自然發生 那個時候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想要試試看在舞台劇裡面 因為它就是兩個人的戲而已 對 沒有任何道具 沒有就是手上拿兩個玻璃杯 就這樣 我就這樣嘗試了 很任性的 然後那時候他壓力很大 因為他要記很多台詞 對 可是我只要記這一段而已 那我就還是蠻任性地要求他 不是要求他 就是說 反正你只要固定你的走位 我就會跟著走 所以我就不願意把事情固定下來 對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些些衝突 講得很含蓄 有一些些衝突 就是他很不爽我 你少來你也有 我還好 所以後來你們有就各自稍微調整一下 演戲的方式嗎 我們就以這樣極度衝突的狀態 把第一輪演完 那也是有一種火花 那個火花是 負能量的火花 對對對 這也還好 就是因為真的認識很多年了 真的到最後 我記得有一天在他家真的是講開了 哪是在我家 是在我家嗎 是在你家 對 雖然 對 還是帶著一種負能量的衝突 對 可是後來 我覺得 滿有趣的啦 因為其實後面再次再巡迴的時候有很多 就是其實也比較知道在幹嘛了 因為首輪的時候因為真的台詞量太大 我很怕 我真的比較怕的是我如果在舞台上忘詞的話 其實就是不只是害到自己害到別人 因為常常其實在場上就只有兩個人 對 所以一開始我真的會比較容易擔心 對 建偉剛剛形容了一個橋段我覺得非常的傳神 建偉說因為這演出的方式真的跟過去演舞台劇的時候不太一樣 就是謝寅軒在舞台上就覺得 就是情緒到了 這個戲到這邊應該要甩你一個巴掌 對 他就在台上突然就甩我的巴掌 在演出的時候 然後就保留了 就是我們就保留那一巴掌 從此之後都會有那一巴掌 其實那不是在台上 那是在排練場 排練場的時候 對 因為你那個時候他就一直跟我說說 你就是啊 你就是啊 你就想怎麼樣 你就想怎麼樣 然後那天就真的就是我就覺得 好我想怎麼樣 就怎麼樣 然後啪 下去之後 其實我自己也下了一天 但是情緒就是到了 可是他應該就是這樣子走 嗯 然後他就接受了 對 然後我們之後演出就真的這麼做了 嗯 對 最後我有一個簡單的問題 想要請兩位回答 剛剛建偉跟我說 他沒有想過要從演員這個行業退休 我想知道演員這件事情對你們來說 意義是什麼 身在演員這個行業裡面是非常幸福的 嗯 我們必須要這樣說 因為我永遠可以學新的東西 嗯 可以接受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物 嗯 然後 我在演不同的人的時候 他有不同的職業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背景 嗯 那這是 不是演員這個職業的人很少能擁有的經驗 去體會這麼多不同人 不同的風景 不同的 嗯 情感 嗯 嗯 然後 在經歷這些事情當中 你會回到思考自己說 那我的任務是什麼 我應該要做好什麼 那就是當然做好演員這件事情 就是把這些別人可能很難 去體會到的 或者是了解到的事情 藉由你的表演 讓別人知道 嗯 嗯 那這東西是 嗯 我覺得是一種任務 嗯 然後也是 讓我的生活 充滿了感謝 好 的 的這方面 嗯 好 越演越覺得演員的身分上一個巫師 嗯 就是你是透過自己的某一個 成為一個道具 嗯 然後去告訴觀眾 你現在所扮演的這個角色 嗯 他在說的話 嗯 他所遇到的痛苦 然後如果能夠帶給觀眾 一些不一樣的成長 其實你可以做的事情就 完成了 嗯 所以 嗯 這樣講很噁心 但是我覺得這個 他其實就是一個 充滿愛的過程在交流上面 不管你演的角色是不是 是痛苦的還是什麼 你要告訴別人是 是正面的 這就夠 所以我喜歡當演員是 我沒有辦法透過 我沒有那個能力 去當一個好的社工 或什麼的 但是這個角色 這個工作可以讓我 用一個不一樣的方式 去跟大家交流 嗯 好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兩位來節目 然後也祝兩位 順利拿下金鐘 然後也非常期待兩位年底的演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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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